我会觉得当我们有能力去看到那个哀伤 看到那个重复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不重复的可能 那个可能性才出现 那其实身为一个艺术家 将很灰色的悲伤的东西画出来 其实反而是一个 就他其实提供一个契机 所以各位如果在座有藏家的话 我是觉得他的画是真的还不错 可以考虑 好啦开玩笑 但是我想艺术家其实在揮动的这个画笔 其实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观察 可是这个选择跟观察 因为又需要先具备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以至于他所说的他所画的 其实跟他的这个身份之间 其实我想都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一个状态 未必是如他所说的这么宿命 我是认为这里面总是还是隐含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而且我觉得艺术家的这个身份 有趣也是在这就是 我觉得你又是刚好是一个很有梗的一个例子 但是同时是一个小学老师 或者说他其实是一个小学老师 但是他现在变成画家 我觉得为什么那时候 柯P 刚刚开始造成一个旋风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是素人嘛 素人从政 忽然当时的台北市我想 应该是集圈圈台的 大家其实会对他这样的人 其实充满很多的期待 虽然结果现在好像不太好 可是我想这个状态 某方面来说 如果硬去类比 其实蔡斯宏的状态有点是这样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职业艺术家 看他的话绝对是职业水准 可是他平常是一个小学老师 那我想也是在这些身份的一种 置换的状态中 其实我觉得反而看到 看到某一种自由 那只是说这个自由 其实是一个 总是有某种局限的自由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由了 其实那就不是自由 我想也是在这个 又宿命 但是就是因为宿命 所以我们才会对不宿命的那个状态 有某种想象 对 所以其实 与其说这是宿命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 不过这个话是一个政治学者说 他说 把偶然化作命运 就是他其实现在 比较是把宿命当成是艺术 可是我相信他在谈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生命经验 在这共同的生命经验中 我们却很少把它描绘成画 而这个画每一张都不同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某一个 就他确实还是有一个极为动人的一个 一个东西在 这样收尾可以吗 也在这种跟高雄的渊源很深 他真的是因为高雄这样才翻身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他 在联署有po 都哭了 对就是很好笑 因为他其实虽然是老小有老师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放进去创作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部落格 那网织上他有写 他有列举他参加过多少的艺术比赛 从来都没有得过首奖 都是有入选啊 然后有一些名次 可是就还好 然后终于这一次 据说高雄奖 他得了高雄奖 就高雄奖 高美馆寄给他的那个通知信 又写错名字 对 所以那时候又再怀疑是 真的是我吗 看你的命运还是有改变嘛 如果没有这个事件 对对对 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 这个如果说真的是 这个是蛮 我觉得蛮正面的 这是国民革命 国富革命十次算什么 我真的是二十九次的入选 跟优选 然后到第三十次 我才拿到一个首奖 然后这个首奖就让我 真的是 好像真的是有进入艺术圈 有被观察到 我记得是吴永芬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 很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在艺术里面 他还是有一种政治 刚才简哥讲的那个胡永芬 他是一个策展人 他很喜欢我的作品 所以他在 那个评审会议上 我是事后知道 就是力挺我拿高雄奖 所以我来领奖的时候 连他们管员就说 你这是胡永芬 你有给他什么 他是用这种 他不是用艺术的角度去观察这件事情 他是说 你是不是用什么方式去贿赂他 还是用一个很社会的现象去 讲述这件事情 可是当然我是一笑之之 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嘛 我真的我还 我第一次见到 胡永芬他其实是 现在台湾蛮重要的车展人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很没礼貌 我还问他说 他请我去吃饭 我还说 永芬姐 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回想起来 我现在头皮发麻 因为他是到处在策展的 我问了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问题 就像我说 简哥 你是在国小教书吗 那当然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都可以 抨击都可以 我想请教一下艺术家 刚刚看到您好多的创作的作品 有不同的一个主题 都是其实跟您的观察 对社会的观察 或是你的生活上的一些体验 都是有关系的 但我反而很好奇 就是刚刚您提到 您白天是在国小担任教职 那么另外一个创作 那您跟小朋友的互动当中 会不会让你有对于创作 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刺激 我就想了解一下 其实有的 我当初我说 那个一进研究所 那一个教授跟我说 要比较有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反省我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 我那个party非人区 我就把我们学校的制服 画到我的那些在开party里面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种体制 你在体制下 找到一个非体制的出路 那种快乐是无可言喻的 所以有时候挑战体制是一种 蛮兴奋的 蛮开心的 然后你可能创造出不同的可能 这样子 也要这个学生够长眼 因为其实有些 我现在教的学生很多是 你知道 你觉得 是bodybody 他到课堂上 他就开始 胡作非为 真的 没一起也拜 真的 那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来了差不多五百万个人 真的没有问题喔 还是 大家还是要等抽烟的时候再问 呵呵呵 或许淡老师真的都是这样 好啦 那今天很谢谢各位来参与 今天这场座谈喔 那 我们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